哈喽我生猫猫 没有错 虽然身在国际服 但是我还是在今天很多人来问说到底台服要什么东西开 然后我就做了一部简单的影片来讲一下 我觉得现在已经开了五天的国际服 然后有什么流派是潮水退了没有穿裤子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职业分布 瑞眼元素食是两大宗 而且瑞眼很明显比元素食多了一倍 那就很明显 虽然说嗯 复头弱有被改掉 但是魔改剑是一样很强 所以瑞眼能够有那么多的使用率 一点都不意外 那元素食的话 主轴就是暴打剑 一样就是暴打剑跟冰持续 这两种 现在是这是DeFi的 暴打剑就是打圣索很强 然后在国际服其实他也算便宜 然后追猎者判官 追猎者主要是以毒抽血那一套开为主 然后判官是以暴击电球 转兵暴击电球 那套虽然他绑很多传奇 但是他在国际服超级便宜 所以他是很受欢迎的一个选项 然后破坏者就是咒出枯萎地雷 因为利子人有推 这也很简单 勇士就是创伤 呃创伤类的 要不然就是碎骨 那基本上现在都还是碎骨 然后死灵师是火灵 毒火灵为主 冠军 主要是暴打剑跟浮化槽 哦 我如果是SC的话 其实浮化槽 然后收割比较多 因为这两个其实算同一个流派 然后再来是暴打剑 然后秘书家就是冰持续 圣中的话主要是正波图腾 没有错一大堆的正波图腾 这些正波图腾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 我没有我没有点是正波图腾 这些正波图腾特点就是打圣索超级强 正波图腾打圣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大 这是正波吗 我点错了对不起 来点是正波 可是正波图腾有一个关键点就是 你一定要有寒焰加星空之影 这两个呃还有那个冰人之眼 这三个是转兵正波图腾的核心 那这三个 我很遗憾 星空之影是猎魔限定 很难打 这个星空之影非常非常难出 所以我 我觉得这套可以不用想了 但是 但是他是圣中最好的选择 那圣中其实我推荐你可以去玩 其他的法术图腾 然后剩下的都是一些垃圾 没有错你看到吗 守护者只有3% 守护者一开始呢 其实还蛮多人玩的 我记得一开始还有个6%吧 还有个5-6%吧 抱歉一开始就很少了 好总而言之守护者后来也没有变多 那主要还是守护者大家也不知道他的强度 然后最后守护者的大哥呢 在宏图就会开始刮杀 而且守护者讲真的 他如果要单打独斗就只能玩召唤流派 因为现在的守护者的天赋跟升华 基本上就规定他只能玩召唤 要不然就当辅助吗 那他的召唤流派 后期都不够力真的都不够力 你能够全吃光环的目前 只有赦免 然后直击火灵 幻化武器 呃 僵尸酷罗战是这种就是很下流道的选择 所以 然后你可能会说什么骷髅法师啊 甚至还有跟我说什么吃不到 哇靠吃不到三体吃不到 这个都是他没有办法全部吃到的 因为 骷髅法师他是随机招出一种元素 然后你如果今天是震恨雷霆愤怒的话 那正常来说的话 你是开到冰的 他吃的到震恨跟愤怒 但是吃不到雷霆 你看到雷的他吃不到震恨 所以会有这个问题 他其实不是很适合守护者 骷髅法师不是很适合守护者的 然后侠客 然后球长 哎这边没没想到这一季重置了两个升华 居然都在最低的榜位 然后暴徒 刺客卫士 这些我都不介绍 然后我只是先跟你讲一下 Ninja网上目前的第五天的流派分布 重点提要 圣索太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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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打圣索的机体 打建筑竞竞场也比较轻松 在500层之前 圣索真的是太屌太夸张了 现在基本上 你如果是一个能够稳刷圣索的流派 像是老批那只电脑 他就已经直接住在圣索里面 他表示圣索还是轻松 转又是又打的舒服 带王根本就是在赚辛苦钱 还有你要跟王堵掉落 然后还要有翻车的风险 真的 圣索的传奇圣物 现在能够交易 杂布灭杀 就会在这里产出 超高机率 到底超级高机率 圣索也加入很多新东西 不会让你觉得 就是3.20重播 其实圣索他加入蛮多新利景 然后还有很多的新的机制在里面 像是现在开优雅跟闪臂 你有机率可以用 用你的闪臂值去闪掉绝星攻击了 或者是你开坚定的话 别人对你的攻击 决心的伤害会比较低 所以照理来说勇士会比较好打 照理来说 其实也没有 近战打起来很痛苦 难度比以前稍高 但是奖励明显变得更好 这种真的好赚 干妈的 你怎么在这里 先祖竞技场仍然奖励过啥 然后国际服大量的高架刺青都正在掉架 我这边给大家一个例子 这个是我一直在追踪的一个刺青 没有错就是嘉义最大狂怒球 我从一开始看他看他第一个出现是25滴 然后变20滴变15滴 然后今天呢已经只剩下5滴 而且你看我我刚刚看了之后还有5滴 还有5滴5.2滴 现在又有人摆4.9滴了 这就说明什么 高架刺青 其实并没有很难打 需求量也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觉得你一开始要瞄准先祖竞技场 呃也是可以 可是先祖竞技场后面会 那个奖励真的太糟糕了 你看就是拿一堆什么工匠石电剑师 然后后面也是大概一路要到 赌到有高架刺青 其实那个真的是蛮不实际的 如果你是台服仔的话 我奖励建议你一定要一只能够打圣索角色 因为圣索超级赚 超级赚 好那这边我就讲了几个 我觉得没有很很吃装备 然后打起来也比较好的 也也不一定啊 元素石石爆 然后DS那套烈焰爆破 凑齐之后 转爆炸剑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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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那其实我觉得爆炸剑最需要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邪炎啊 其实有邪炎就够了 有邪炎之后 就双元素之章 我认为刷图起来打圣索起来跟废物的权通很轻松了 我个人觉得因为爆炸剑伤害真的是莫名其妙的高 真的是太夸张了 不过对有些人就说啊这样伤害不够啊 我伤害才才700万 伤害才800万 看700万800万废物的权通超简单的吧 而且你只需要放图灯就可以开始在那边一直走位 真的我真的不是在讲 那个发电图灯真的是 你只要是玩元素食 真的是打世界打中尊都打起来超简单的 独刀宇抽血追猎者 只要有双寒钢之刃就能飞物本权通 嗯就是一套很主流的玩法 因为这套虽然说时光锁炎有改弱 但是毒戏还是太强了 但是毒戏可能有些人会抱怨说 哇你伤害不够的时候打圣索很痛苦 没错毒戏伤害不够的时候不要碰圣索 所以建议你要有双寒钢之刃 然后呢尽量买明恩惠星 双明恩惠星进圣索 哇超爽 你那个因为圣索不需要防御吧 你就直接把怪物全部都毒烂了 判官转命练球很贵 需求要寒焰双星云加双一之五万 但是圣索刷土打王一把抓 因为这是一个很主流的一个玩法 判官非常多人在玩这一套 你看最多人在玩的就是39%有一之呼唤 这套转兵电球非常多人在玩 而且我觉得这套真的非常非常强大 强势 但是呢 他在国际服其实很便宜 他国际服大概 蓝燕20C 松星云2C 松一之呼唤80C 就就好了 其实他是很便宜的 啊不过嗯 而且他是防御面超好 他这套防御面超级好了 说要玩爆炸剑开机前被笑开机后会笑 干你的开开开机玩蜘蛛刀 破坏者枯萎地咧 咒术枯萎地雷 没打好 咒术枯萎地雷 杀布面他是核心 但是没有的话也仍然有保底五眼底上输出 但是呢 咒术枯萎地雷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你必须要有 呃 这个就叫什么 蟹蟹毒代理人 蟹蟹毒代理人就是什么 蟹毒姿蟹 蟹毒姿蟹 我想起他的他的充分了 蟹毒姿蟹 有的话你会比较好上诸咒 那如果没有蟹毒姿蟹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去用戒指 然后去找一个什么呃 比如说 有有几个选项啊 有很多选项 比如说你就是找有机动诸咒效果的手套 或者是有机动诸咒效果的戒指 也可以代替蟹毒姿蟹 但是蟹毒姿蟹会比较舒服一点 嗯 蟹蛊处行勇士 存物有补强 武器也好做 但是跟圣索还有机制无缘 建议圣索要换一只 他只是让你好拓王好舒服的 因为 蟹蛊处行嘛 老老样子讲过几次了 蟹蛊处行就是爽 蟹蛊处行打突那么快 然后拓王那么猛 瑞眼魔改剑士 如果你会用精髓点光的话 请你玩这个 因为台服第二天一滴比30高阶精髓 可能更贵 可能更贵 就是更多 能用超低成本做出不该有的伤害 你随便精髓点一点 总有一把 1dps有个 呃元素伤害dps 有个800以上的弓吧 那有个1000以上的弓 那你就 随便打了机制刷图 随便你打你想打什么都可以 只有伤害不够的攻流派 没有不能打什么的攻流派 没有不能打什么的攻流派 记住这句话 冰持续元素使炸击秘术 秘术哎他们也不能碰身锁 但是不吃装备 嗯 冰毛圣东图腾 你需求要诅咒力这个便宜的 就算在台服应该也超级便宜 懦夫遗产这个比较贵 这个这个可能算蛮贵 然后没本头 那如果你没有懦夫遗产跟没本头的话 这个可以先用 你可以先用石花之解来替代 用石花之解 拍苦痛领取 也是可以的就是 就是防御面超级可悲 可是你至少 伤害是够的 那这一样就是打圣索可以用的一个选择 然后至少你至少只要有这三个 你就实验起跳了可以打圣索 强烈推荐 那如果你只刷图 然后极度讨厌圣索的话 玩游侠或决斗者敏捷流派起手 这版本的刺金药剂持续时间 可以到130%以上 喝一口水维持38秒 各类的四魂流派没有错 现在给你看这只 我现在这只呢 喝一口水就是38秒 然后我的药剂持续时间是 我摸的表是94% 因为有四魂扣我28 四魂扣我20% 我喝一口水都有38秒了 我我就是把 纯粹就是因为我是敏捷之夜 然后我把药剂持续时间刺烂 刺的彻底烂烂 超级爽 然后我甚至还有一堆 我甚至还可以再刺更多 因为我敏捷现在也够了 我可以刺更多刺 刺更更爽 我甚至药剂持续时间要到 要到可能45秒都是没问题的 强烈建议你 如果你只刷图 极度讨厌圣索 就完以敏捷之夜就好了 那绑太多高下传奇 但是打圣索很棒的流派 知不知道死灵 转命这么突然 就这样子 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你 有什么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说我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